主料,排骨300克,辅料,油,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猪小排洗净泄水粒干,加入葱姜蒜,一勺生抽,0.5勺老抽,一勺糖,一勺料酒,橄榄油拌匀,加入2-3小勺豆豉酱,拌匀装粘延至15-20分钟,加入适量地瓜粉拌匀,装入容器, 覆盖盘子,水烧开后,大火猛蒸12-15分钟左右,肉脱骨即可,烹饪技巧 一,排骨最好选用带点软骨的猪小排,时间要把握好,这样蒸出来的肉质才会滑嫩好吃 二,铜上,盐制的时候加入适量的油,地瓜粉,也能使肉质滑嫩好吃 三,豆豉酱,老抽,生抽都有鲜味,注意把握好用量,以免过咸 四,老抽容易上海,而且用两种不同的酱油,味道会更丰富 五,蒸的时候覆盖盘子,可以防止过多的水蒸气滴入盘内,影响味道 六,自制豆豉酱,可以用老干妈豆豉酱代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三,二,三,二,三 一,二,三